此事关乎公主殿下 非同小可 公主应发证 请大宁严查此事 严惩下毒者 严惩下毒凶手 一定要抓住那个霓裳 肯定是他 不可能是霓裳呀 他不可能下毒的 公主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公主吃了她做的樱花糕 才中了毒 此人定脱不了干系 都说得没错 肯定跟她有关系 严惩下毒凶手 绝不能饶了她 放出来 不能饶了她 不能放了她 公主殿下 霓裳姑娘绝不会毒害公主 此事一定有蹊跷 请公主 万不可向大宁朝廷交涉此事 容无依去找回真相 我一定会给所有人 一个交代的 公主小心 无依 公主 你是在替霓裳求情吗 无依相信 霓裳姑娘是清白的 公主殿下 此事牵扯甚广 还请公主三思 信月 我也相信霓裳是清白的 不如竟让我和无依 一起去查个清楚 事关公主殿下 岂能够儿谢 这不符合规矩 霓裳不过一见平民 若向朝廷交涉 为了不落邦交口时 必定屈打成招 逼他认罪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真相吗 秦月 我相信霓裳绝无害人之心 此事你若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无一愿陪小侯爷一同前往 好 本公主就给你们三日期限 若三日之后查不到真相 本公主只能知会大宁 给我们来找一个交代 多谢公主 有很多 我们来看看 好 我们愿意 感谢我